法師 各位法師 各位機師 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來探討大字論卷83 請看講義2400頁 2400頁 我們看論的解說 這一卷在解釋 《波爾·波羅蜜經》的三會品 古時候的會有時候寫成恩會的會 我們現在是習慣用智慧的會 這古時候是通用智 哪三會呢 吉障大師認為這三會是行般若、生般若跟修般若 不過在八十四卷也有提到三智 就是生文的一切智 還有菩薩的道種智 還有佛的一切種智 智跟會有時候也互通 所以三會品 是有這兩種不同的說法 我們看論的解說 首先明行般若、生般若跟修般若 須普黎請問 什麼是行般若、生般若 如何來修般若 聽者聞種種讚嘆般若的功德 得善知一切事 就是知道般若以後 能夠知道一切法的略廣向 總相、別相都能夠了知 能夠了知一切事、一切法 這都是般若的功德 因此貴重愛念波若波羅蜜 行方便想要得波若波羅蜜 修普黎知道眾人的心意 所以請問佛世尊 應當如何行般若 雲何生般若、雲何修般若 那行生修有什麼差別嗎 其中有一種解釋 有人言行般若是在甘會地 那這甘會地在大正卷75 有詳細的解說 在那邊是提到菩薩從出發心 一直為得柔順忍 為得柔順忍 那他只有智慧 但是沒有禪定水 所以稱為甘會 他有智慧 但是沒有禪定水 所以是甘的 稱為甘會地 這是初學波若的階段 那生波若的生呢 這裡解釋是得無生法忍 從出發心 然後進一步得柔順忍 然後去除種種法愛 才能夠得到無生法忍 這稱為甘波若 修波若 那是得無生法忍之後 以禪波羅蜜來勳修波若 所以這個修一定是禪定相應 才可以稱為修 那文師修正的修所成會 也是一樣 必須要有禪定相應 才可以 那修所成會 至少它是要味道定 這樣的定相應才可以 那佛回答 底下我們看課判 什麼是行 什麼是生 什麼是修 如何行生修 行波若 佛就從五運即滅來說明 生波若 從如虛空來說明 修波若就從壞一切法 來解說 首先我們就五運即滅來明 行波若 佛回答 五運是一切世間心 所行節福處 就是一般的凡夫啊 都是因為不了解五運 所以生我職 或者是生法職 而不得解脫 那逆盤 是極滅相 如果能夠有智慧 來 觀五運是空 無所得 那能夠斷盡 貪嗔痴 讓貪嗔痴 種種煩惱湧盡 這是得到涅槃 這是極滅相 菩薩以波爾波羅蜜立智慧立故 能破五運通達令空 就是以智慧 波爾的智慧來觀照五運 照見五運皆空 這就是涅槃極滅相 從極滅出 在柱六根中 還涅極滅相 來知道世間一切法 都是空虛狂不實 那這個就是波爾波羅蜜 所以要行波爾 其實這裡來講 就是觀五運 是空是無常 從這邊 來觀五運 空無常不實 也可以算是行波爾 再來怎麼生波爾呢 這裡從虛空如虛空來解說 行波爾 波爾沒有決定向 不可以說時有 不可以說時無 言語道斷故 實相波爾是心形觸面言語道斷 這樣的波爾是畢竟空如虛空 事故說如虛空生 我們看一下角柱112 大品經藝術 第三行 波爾中明空 這空不能說他有不能說他無 常入涅槃相 涅槃相已經 涅槃已經去除一切的細論執著 不要再細論是有無等等的 經明菩薩 經明菩薩觀一切法 亦如虛空 那這個虛空 不有不無 非常非無常等 那這樣的話 那這樣的話 波爾才生 過遠如虛空生也 那外道認為虛空是長的 是時有的 但是在波爾來看 虛空生也 是無生無不生 而假說生般若也是如此 其實虛空 他在波爾經來說 他是無自信的 不能說他有無或者常無常 不要執著 所以虛空本來是無生無不生 那我們如果能夠觀一切法 不有不無不常 不斷等等 就如虛空 這樣的話 假說 波爾生 好我們回過來看本文 又如虛空 虛空中 無有法生 就是說 沒有任何一法 可以從虛空中生出來 這是講虛空的處所 並不是從虛空的處所 生出什麼法來 虛空亦不能有所生 就是虛空不能夠生任何一法 這是講虛空並不是生的母體 一個講觸所 一個是講生的母體 隨者和虛空是無所有 沒有形象 沒有接觸 無造作相故 而波爾波爾蜜也是一樣 他是畢竟空 無自信 無所做 富有人言 有人主張虛空 是有一個實在的法 但以常法無作故不能生 他們認為 他們認為 外人認為虛空 這是恆常的 他沒有造作 所以不能生 認為有一個虛空的決定項 但是在大聖中 虛空名為無法 無法就是無所有 不能夠說常 也不能說無常 不能說有 也不能說無 言非有非無也不可得 滅諸細論 無染濁有文字 中論觀六種品 裡面也有一句話 事故知虛空 非有亦非無 所以不能夠細論虛空 波爾波爾蜜也是如此 能觀世間 就好像虛空那樣子 能夠觀虛空 非有非無 沒有細論 這時候波爾 才能夠引生出來 好 那如何修波爾呢 修 如前面所說 它是有禪定 相應 所以 這裡就針對 禪定這個地方 來解說 菩薩得波爾以入聖身禪定 以波爾立故 觀禪定 即禪定的所緣 皆破壞 就是不再執著 我得了禪定 也不要執著 禪定的所緣 是在屬席 或者是 不敬 不敬觀的 那個屍體 不敬物等等 這些 都觀空 那這個叫做 壞一切法 何以故 波爾波羅蜜 舍一切法 不著想 故 對一切 法 不執著 不著想 是明修 波爾波羅蜜 底下 明 應幾時 行波爾 應幾時 生波爾 修波爾 聽者 聽者 做事 念 一切法 皆有十節音緣 所以 西伯黎 提問 請問 波爾波爾 波爾波密 應幾時行 應幾時生 幾時修 佛回答 從出發心 乃至 做到常 應 行波爾 生波爾 修波爾 這個我們 回到前面看 二三九四頁 最上面 西伯黎問 行波爾 生波爾 修波爾 應幾時 而佛的回答 是說 從出發意 出發意 就是出發心 一直到做道場 都應當 行波爾 生波爾 修波爾 做道場 道場 就是佛將要 成道之前 那個金剛座 等於是成道的前 前一心 那 這 的金剛寶座 如果是 已經成道了 就不叫做道場 做道場 是指成道之前 到菩提座 下 就是 坐下去 一直到 成道之前 這個叫做道場 那 等一下論會問 說 那為什麼 行波爾 只到做道場為限呢 那難道成我以後就不用再行嗎 會問這個問題 所以佛回答 菩薩從出發心乃至做道場 應行波爾 生波爾 修波爾 修波爾 後來又問 菩薩從出發心 應行十地 六波羅蜜 三十幾道品等 一切善法 為什麼 只有說行波爾呢 大約 因為 修波爾只有問 波爾 應幾時 行波爾 所以 佛 就 只有回答 從出發心乃至做道場 應行波爾 另外 一切法 皆與波爾波羅蜜合合 像布施波羅蜜 必須跟波爾波羅蜜相應 才可以稱為 布施波羅蜜 才可以得波羅蜜的名字 以波爾大故 不說語法 就是以波爾為代表 以波爾 設道萬行 萬佑問 波爾波羅蜜無量無限 為什麼說以做道場為限 這就是剛剛 經那篇佛的回答 從出發心乃至做道場 外人就說 成佛難道就不用行了嗎 為什麼 以做道場 為成道之前 為限 達約 先以達 波爾波羅蜜到佛心中 轉名薩波羅 所以在大臣來說 波爾波羅蜜 它是偏重於行法 或者是實相波爾 或者是文字 如果是行法的話 主動在菩薩 的修學階段 成為波爾波羅蜜 成佛之後 它就轉名為一切智 或者是無上菩提 波爾波羅蜜 波羅蜜有最高完成的意思嗎 對不對 從語意來說 智慧的完成 佛的一切智智是最高最圓滿的 應該是佛是真正的波爾波羅蜜 是智慧的完成 不過大臣 它是 特別把波爾波羅蜜 移到菩薩這邊的修學 成佛以後 就給它按例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薩伯羅 禮是相同的 但是名稱改變了 所以言智道常應行 菩薩至做道常 發義以來 所得諸法皆捨 那 惡的法要捨 即使是 善的法 也不要執著 法上應捨 何況非法 得外解脫故 皆通達三世 好 底下明 修學的方法 這個 我們 對照一下 經 二三九四頁 須比問 怎麼樣行 須比的問是說 次第心 應行波爾波羅蜜 就是應住何等心 沒有間斷的 來行波爾波羅蜜 那佛的回答 應當要 一心 常不捨 薩伯羅心 薩伯羅心就是 一切智智相應做義 就是 常不捨 無上普利心 不令於念得入 不要有夾雜其他的念頭 這個才是行波爾聖波爾 秀波爾 秀波爾 另外 心心所法 不行 那這才是行波爾聖波爾秀波爾 好 底下 就能提問 一檀子請 這樣子一檀子 就包含了六十個信念 所以信念非常快 那念念生命 那為什麼說 一心 常念薩伯羅 要一心 經常跟佛的一切智相應呢 而不令其他的念頭得入 其他的念頭 也就是起二聖心 想要入涅槃 或者是起雜念 這個都是餘念 那菩薩 行波爾的時候 他是 一心一意 向著無上菩提 不會起 我急著要入涅槃 起二聖心 那這 雜念更不會起 妄念 邪念 邪念更不會起 好 論主回答 強調一心 不是說只有一個信念 這才叫一心 這裡 提到 心有兩種 一者念念生命心 二者 次第相 相 相緒次第都是同樣的念薩伯若 雖然說念雖多 我們可以總名為一心 這個時候不令 貪欲稱惠等心 夾雜進來 會以故 貪欲稱惠等心 如果久住的話 就會障礙波爾波羅蜜 而 貪欲稱惠等念 如果少的話 就不能危害 不過這個是為新發義菩薩 做這樣的解說 因為新發義菩薩要他念念 都很清淨 不太容易 所以 念頭少 危害 不大 不要讓他久住 不要夾雜進來太多 時間太長 不要這樣 如果大菩薩 就不一樣了 富有大菩薩 雖行其他的諸善法 雖然說他修波爾波羅蜜 雖然說他修波爾波羅蜜 但是他也修其他的一切善法 不過這些善法都跟波爾波羅蜜 合合 能夠令 面念中 於心不入 能夠讓於心不入就要有智慧 智慧就是 要波爾 要跟波爾合合 有智慧 有智慧 不要讓 貪念 雜念 妄念等等 其他的心夾雜進來 這個是在解釋 常一心 念薩波羅 菩薩多於 波爾中 其種種細論 極諸邪心 所以佛教菩薩應當要常念 薩波羅 不令於念得入 所謂常念 的意思 就是心 不要朝向別的地方 即使 面臨到 生死重要的關頭 也不忘 薩波羅 不要忘了 要成佛 忘了 這個目標 底下解釋 心心所法 不行 那才是 行波爾 波爾 波羅蜜形象者 所謂 心心所法 不行 那我們可以 聯想 十項波爾 有一個特色 就是 心形 觸滅 言語道斷 他是心形觸滅 波羅蜜 波羅蜜 這個十項波爾 他是 安穩 極滅的 並不是 思維分別 或者是 言說 可以運作的範圍 他的心形觸滅 不屬於 思維分別 及言說 運作的範圍 這叫心形觸滅 中論 這個觀法品 裡面有提到 一個祭宋 諸法 十項者 心形 言語斷 心形言語斷 就是心形觸滅 還有 言語道斷 心形言語斷 心形斷 言語斷 也就是 心形觸滅 言語道斷 無聲 亦無滅 極滅如涅槃 這十項 心形觸滅 言語道斷 極滅如涅槃 那我們這邊 提到波羅的形象 心形俗法不行 也有同樣的意趣 那外人就提問 菩薩行波羅的時候 為什麼心形俗法不行 問曰 凡夫人 入無想定 或者是 生無想天 或者是 聖人 住有餘涅槃 入滅盡定 滅盡定是 滅壽想定 這心所也不起 受想 這心所都不起 還有 一切聖人 入無以涅槃 這四種情況 是 信心俗法不行 外人主張 你要說 信心俗法不行 就這四種情況 一個 入無想定 第二 生無想天 第三 入滅盡定 第四 入無以涅槃 所以外人認為 信心俗法不行 那只有在這四種情況之下 才可以說 信心俗法不行 那菩薩行波羅的時候 應該 有努力修學 這樣的 信心俗法 的活動 為什麼說 為什麼說 行波羅的時候 那 談 信心俗法不行 不行呢 我們對照 角柱 一二四 大品經 藝書 的 第四行 大聖法 與小聖法 不同 不同 明 菩薩 一切 信心俗法不行 那 於心不入 此禪 是指 一切 有所得 心不行 有所得的心不行 就 不要執著 我得 般若 這有所得的心不行 精明 心俗不行 心俗就是心所 心俗不行 指 菩薩行般若 心 雖行 十無所行 所以菩薩行般若 但是 其實 不要執著 有個心 實在的心 在 在行般若 好那論主 來解釋 為什麼菩薩行般若時候 明為信心俗法不行呢 好 那這裡有 三說 第一說 是約 大小聖 他的含義不同 來解說 第二說 是約 五相三昧 來說 心心俗法不行 第三說 在 2406頁 約 真實 敵望 來說 心心俗法不行 好 論主首先回答 說 外人你所提的 心心俗法不行 只 限於這四種 這個是 阿比坦 聲文的教說 並不是 大聖 中的法義 那小聖 大聖 有種種差別 如先說 所以不應該 以聲文的阿比坦 來難破大聖 的法義 所以第一說就是 你這是聲文的 教說 不應該 來問難 大聖 第二說 副次 無相三昧 中 色等 諸相昧 故名 無相 那如果 一 有不的說法 無相三昧 它是 去除 十種相 我們對照 角注 一三一 下一頁角注一三一 大聖菩薩論 卷一零四 無相三摩地 這就是無相三昧 此定所緣 離十種相 那十種呢 就是色 相位處 這五相 另外 女相男相 還有離 三有為相 叫離生 助滅 離這十種相 這稱為無相三昧 我們回過來看 這是聲文的講法 如果以大聖的講法 那是離一切相 如果說行般若而知著 般若的相 這個也不對 無相三昧中 色等諸相 除滅 顧名無相 以無相顧 不應生 心 心所法 那這樣子 那這樣子 的無相 也不是 指 無相定跟滅盡定 好 問約 無相義 佛種種說 在 阿含經裡面 提到無相三昧 有很多種各種各種不同的情況 有的無相三昧 它是在 空 空三昧 無相三昧 無願三昧 或者無所而三昧 或者無所而三昧 這個脈絡 裡面提到的無相三昧 那有些地方提到無相三昧 它是得到 非想非回想定 那有些地方 又說 得到無相三昧 但是呢 它並沒有得解脫 還會 執著 那有些地方 說到它得無相三昧 得到了見道 那有的說 得無相三昧 就像 得滅盡定一樣 那有的說 得無相三昧 得到了 漏盡阿羅漢 所以 無相三昧 它有通 聖者也有通凡夫 那詳細的 音順導師的空之探究 有詳細的解說 大家可以參考 那另外如果是大壁菩薩論的話 大家可以參考 卷 40 還有 卷105 大壁菩薩論 那邊 有列出 很多種 無相三昧 的定位 那這裡 就提出來問曰 無相義 佛種種說 有的 是 名為 見地道 就是 見道位 見道位 像性行人 像性行人 法行人 這是 見道位 那 性行 法行 另外 有的 又提到的 無相 這個 這個都是 屬於 見道位 的階段 所以 所以 外人說 在 性行人 性行 法行 得見道的時候 這個可以稱為無相 因為 因為 以 所以 結合部來說 見道只有15星 非常的快速 沒辦法再 區別 現在是第幾 第幾 一般人沒辦法區別 所以說 見道 的性行 法行 也可以名為無相 這是一種 說法 有的說 無設定 他的想 是 微細難察覺 也可以名為無相 如 角柱128 大壁伯撒恩 卷105 那邊 有提到 於 非想 非非想 處 說 無相 說無相生者 這個生的意思 就是 就是這個語詞 於非想非想處 來說無相這個語詞 如說 我多起家行 多用功力 得 無相 心定 就是無相三昧 不應於衷 心樂 染濁 有 那外人就問 何故 非想非想處 名為無相呢 達 必無 明瞭想像 就 非想非想 他沒有明瞭 明瞭的 想像 那你說完全沒有 想像嘛 也不是完全沒有 亦無無想像 但有 密頓 不明瞭 的想 這樣的想 非常微細 現形 所以故名 無相 所以無相 在 無色定 特別是 非非想 非想非非想定 也可以稱為無相 或以 或以三解脫門中 圓涅盤 名 無相 這就是無相三昧的無相 三解脫門裡面 空 解脫門 無相解脫門 無緣解脫門 其中的 無相解脫門 在睡卻部認為 除了他離 生 住 滅 等 這些像以外 他 圓 滅盤的 無相 故名為無相三昧 如角柱 129 色體有阿比坦 這裏又提到 什麽是無相定 無相定就是無相三昧 除了空定 如果其他的定 以聖涅盤為境界 涅盤 在 外人認為他有 三相 就是 不生 不住不滅 涅盤沒有這三相 那以涅盤 為所緣 他參加者 原涅盤 這個名為無相三昧 複製 無相定行 有相 而涅盤是無相 行有三相 生住滅這三相 而涅盤沒有三相 不生 不住 不滅 所以涅盤 所以涅盤 是無相 涅盤是即滅 最後 思為涅盤 得定心 住正住 使命 無相定 在部派 他們是主張 可以 原涅盤 得無相 而 修得 無相三昧 這在 映順導師的空之探究有提到 無相三昧 有的是說 去除 生住滅 還有 色等 諸相 這名為無相 另外呢就是 原涅盤 得無相 而正得 無相三昧 所以 外人 這樣的提問 三解脫門中 的無相解脫門 他原涅盤 故名為無相 事故不得 但以無相 故 名 信心所法 不行 那外人認為 信心所法 他原 涅盤無相法 來修得 無相三昧 這樣的 信心所法 是不滅的 你原涅盤還有信心所法 那何況 原其他的有相法 原涅盤的無相法 都還有信心所法 那何況 你原其他有相法 當然還是有信心所法 為什麼 波爾經說 行波爾 卻信心所法 不行呢 好 論主回答 建地道中 或者 不設定中 來說無相 這個大家共許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 你說 有一個涅盤無相法 可原 事事不然 在 大尊的立場 認為 涅盤 他是沒辦法圓的 在所有界有部 認為 涅盤 無相法 是可以 用信心所法 去圓他 那 論主認為 佛 常種種 讚嘆 涅盤 說涅盤是無相 無量 不可思議法 這樣的涅盤 是無相 這樣的涅盤 是不能夠 心 去圓取他的 是無緣法 你為什麼說緣呢 可以圓 涅盤無相 無相法呢 外人 就問 滅 男女 色 生相畏處 即 生助滅等相 顧名無相 不得 言 無涅盤相 他們還是主張有一個涅盤相 而行者 取 涅盤相 而生 信心所法 這名為圓 所以外人他是主張 涅盤 是 有有相 這是不生 不住不滅 那圓這樣的涅盤 生 信心所法 這是可以圓的 論主回答 他舉 佛說為精正 佛說 一切有為 生法 一切有為法 有勝助滅 都是虛狂不實 即是魔王 那 信心所法 這是有為法 這 信心所法應該也不實 好 底下雙刀論法 如果 你說 有一個信心所法在圓涅盤 那我請問你 你圓涅盤的這個信心所法 是不是真實 如果是真實的話 那就失去 有為法 虛狂相 因為 佛說 只要是有為法 都是虛狂的 你如果 是真實 那才不虛狂 那你如果說 這個信心所法 是真實 但是佛又說 信心所法 等 一切有為法 是不實 這樣的話 跟 精正 相違 如果你說 它是真實 不應該 有勝助滅 的相 你如果說 信心所法 涅盤的信心所法 是真實的話 就失去 有為法 虛狂相 好 那這個信 其實是有為法 你怎麼可以 說它是真實 如果依佛說 有為法 一切都是虛狂不實的 才對呀 那如果 說 圓 涅盤的信心所法 是不實 信心所法都不實的 都是虛狂的 那你怎麼能夠 見涅盤呢 你的心都是虛狂不實的 怎麼能夠見真實 所以 論主 從這兩方面來看 你說 信心所法是實 那就失去了 有為法 是虛狂相 如果說不實 既然不實 怎麼能夠見真實的 涅盤呢 所以 來反駁他 如果主張 涅盤 是有相 可以去 圓他 可以去圓涅盤 那這是不對的 好 好底下 問 佛誌說 涅盤法有三相 你為什麼說無相呢 論主回答 這三相 其實也是假明 不是真實 何以故 他是 破有為三相 故說 無生 無滅 無注意相 無為 更無別相 外人主張 外人主張 有違法有三相 生 祝滅 那祝有時候跟祝義一起 一起說 如果分開來講就是 生祝義滅 四相 如果講三相的話 就是生 祝義 滅 或者生祝滅 論主是說 佛 是假明安利 說有違法 有生 祝滅 這三相 那涅盤 無違法 是 無生 無滅 無注意相 那論主說 這個並不是說 有實在的 無生 相 無滅 相 無注意相 其實 無生 無滅 無注意 這三相 也是假明無實的 他是 破除有違三相而假說 他沒有另外別於一個實在的 不生相 不滅相 等 副次 生相 先以種種因言破生 這前面提的很多了 畢竟不可得故 銀河有 無生 生 生不可得 那無生 是 跟他 相帶的 假明安利 生都不可得 哪有一個實在的無生可得呢 所以 般若的正義 是 理有為相 無為相不可得 無無為 他是相帶有為在安利 如果你 離開了有為 無為相也不可得 事故 無為 只有假明 沒有實在的志向 負次 付次 佛法真實 即滅無系論 如果 認為 涅槃 有一個實在的相 有一個決定的相 可以取 那就是系論 如果系論的話 那就會 起 徵送 就會起 爭論 那一有爭論 就會 有 撐慧的心 起來 撐慧的 這些三毒的心起來 尚且不能夠生到天人之中 那怎麼可以得涅槃呢 因為涅槃是貪撐吃等 一切煩惱 永盡 如果起系論 又起徵送 又起 撐慧的心 怎麼可以得涅槃呢 事故佛說 涅槃 是無相 無量 不可思議 滅諸系論 此涅槃相 即是 波爾波羅蜜 十相波爾 諸法十相 如法性實際 等等 這就是涅槃的別名 這裏提到 涅槃相 即是 波爾波羅蜜 事故 不應有 心心所法 如 仙禀 說 菩薩行 波爾 離心 非心相 這裏 這裏 在前面 勸學品 大致論 卷41 那裏有提到 諸法不壞不分別 使命無心相 避敬空 一切諸法無分別 那麼在卷54 也有提到 諸法 避敬空中 無 是心 非心 諸法避敬空 他不會 不會執著為一個 實在的心 也不會執著為 有個非心 以非心相 故 非心 也沒有 一個實在的非心 可得 那在 《金剛經》裡面提到了 如來說諸心 皆為非心 事敏為心 隨意則合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那這個主要是在說 我們講心 其實 也只不過是 緣起無自性 這樣的緣起無自性 不要 執著有一個 實在的心 沒有一個 實在的心的自性可得 我們就假明 我們就稱它為非心 所以這個心 其實沒有一個 實體可得 於三世中 於三世中 現在未來 求心的 自性不可得 只不過是 如患的假明 所以說 所以說諸心 非心 菩薩行般若 他是 不會有執著一個實在的心 心所 有執著一個實在的非心 也不會執著有一個實在的非心 如果有 非心相 應當難言 無心相 怎麼行 撥人呢 現在離兩邊 必進攻離兩邊 心也不可得 非心也不可得 所以 不應該 來這樣的難問 覆次 先是 無名顛倒 血見因緣故 敢得 這個 抱身 有無名 貪愛 敢得 有肉之身 那我們身中的 信心所法 我們信心所法 有善有惡 即使是善 的信心所法 這樣的信心所法 也是因緣生 不自性 虛狂不實 那這樣的善心 來行不施慈戒等 得的果報 感得 人天的福樂 也是 無常 因為心 即使是善心 它是 無自性 虛狂不實 那 行善的果報 得到的人天福樂 這個也是無常 那不知道它無常 一旦 這 福樂 失去的話 它感受到大苦 所以 這無常 能生大苦 這樣的善心果報 也是虛狂不實 善心不實 善心的果報也不實 善心 何況不善心 無疾心 因 虛狂固 所得到的果報 也是虛狂不實 所以我們在行般若 不能用這樣子的 無常 無常虛狂不實的心 來行 實相 來行般若 波爾波爾 波爾波尼是真 故 心心守法 不行 就是他 他離開了一切的 虛妄 妄想分別執著 有空性的 智慧相應 又不執著 我在行波爾 沒有一個時代的波爾可行 也沒有一個可行的 一個在行波爾的人 能夠 悟得 我空 法空 那連 不行的 這樣的執著 也不執著 那才是真正的行波爾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